建东西,如果你肯放手,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人的心若所知自己的观念,不肯放下,那么他的智慧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而已。 第五九点,如果你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一天,那就是一种福气了。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,多少人在今天已经成了残废,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失去了自由,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加破人亡,六零点,你有你的生命观,我有我的生命观,我不干涉你,只要我能,我就感化你,如果不能,那我就认命,六零点,你希望掌握永恒,那你必须控制现代。 六二点,恶口,永远不要出自于我们的口中,不管他有多坏,有多恶,你欲骂他,你的心就会污染了,你要想,他就是你的善知识。 六三点,别人可以违背因果,别人可以派我们,打我们,放我们,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憎恨别人,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保有一颗完整的本性和一颗亲近的心? 六 六